HELLO 聊四季 天天動心 大家好 我是RELLO 今天要來看賽爾特人對上法蘭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提圖 先來介紹一下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最大的特色是 伐木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賽爾特人 他的步兵速度也是最快的 他的攻城器攻擊速度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賽爾特人點下 銀怪技術之後呢 這個城堡跟劍塔 攻擊速度也是 遊戲裡面最快的 他的金冠點下之後呢 攻城器的血量也是遊戲裡面 最多血量的攻城器 賽爾特人游泳最多的城 但是他的 攻兵路線是稍微弱了一些 甚至他連戰毛兵都會有點弱 畢竟沒有三級射 他的遊俠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品種 但是卻可以升級遊俠 這一點是對於遊俠谷來說 是一個很神奇的一個特性 當然賽爾特人本身是 沒有火器單位的 沒有火炮火槍 所以用起來 還算是比較需要使用他的其他特性去彌補的 例如工程器 或是步兵移動速度快的特性 或是遊俠之類的 去進行打擊對手 好 那稍微介紹一下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是吃果子速度很快 而且他的 騎兵路線呢 有這個20%的血量加成 所以到了後期 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192遊俠 那除此之外 他還有免費的農田技術的關係 所以法蘭克人 前中後期的經濟 其實是不會落後 甚至是算蠻強大的一個特點 那法蘭克人呢 他的打法 還是比較適合打這個步騎作戰 所謂的遊俠配上槍兵 那槍兵通常是打對方的遊俠 或是打對方的駱駝 都是很厲害的一個搭配組合 那在後期的部分 他是沒有辦法抵抗對方強弩的 那戰毛兵的話 是很難打贏對方強弩的 因為沒有三級的弓兵 鎧甲也沒有三級射 所以戰毛兵用起來 會非常的薄弱 可能還是要多用一點火槍 奴炮 頭子車之類的 去進行反制 會比較適合法蘭克人 那法蘭克人當然也是可以用遊俠 去進行攻擊強弩的 但如果你沒有辦法 直接正面突圍的情況 還是會有點難打的 那法蘭克人 他比較有特色的單位 是這個指輔兵 指輔兵的話 他是寶兵單位 可以點一下銀貫激出之後 增加這個指輔兵的射程範圍 那整體而已 法蘭克人 真的是比較適合打 破兵跟騎兵路線 好 那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 藍色 是VIPER VIPER的話 也是我心目中 最喜歡的選手 那他的打法 比較屬於穩健型 那偶爾呢 他也會拿出一些特殊招式 去娛樂觀眾 但大家也很清楚 他在正式比賽之中 是 還是非常穩健 還是打這種防守反擊 是比較適合一點 那為什麼防守反擊 VIPER會這麼厲害 最主要是因為 這個進攻的成本 往往是高於防守成本 所以為什麼防守反擊 會這麼厲害 也有這個原因 大家也可以多多去學 這個VIPER的防守反擊 我覺得是對於新手來說 是一個 很好的 學習方式 好 那我們先來看到VIPER 這邊是已經 點到了封建時代 這邊這隻 肉馬 可能會解掉 自己的村民 但這邊村民沒有打算要逃 直接把這隻肉馬給 灌了起來 哎呀這個就是我說的VIPER 他常常會用一些 很特殊的打法 欸 欸 這個圍有點失誤 啊 但是好像又可以躲得掉了 這個木牆 沒有辦法 OK 哇 VIPER開局十兩村 哎呀 哇哇哇哇 這個這個 這個 Holy shit 喔 又被VIPER給圍起來了 這什麼鬼啊 說好的十兩村啊 剛剛還在哪 我就是 世界冠軍等級的實力啊 當然 Hera現在是有贏過VIPER 但 Hera 在我心目中 還是 排名第二 第一 我心目中 還是 VIPER 當然這是跟私心有關係 絕對不是 跟實力排行有關 VIPER 真的是我心目中 最會玩的玩家 他真的太屌了 這樣你還救得回來 這要是一般玩家 要是我的話 早就死了三四村了吧 好多有可能 呵呵 心態早就炸裂了 亂玩一通了 那我們看到賽爾特人 這邊打一個三裝甲 配肉馬的一個錢 當然肉馬是開局的那一隻 那這個打法是 三棒棒轉裝甲 那以前呢 都會他搭配四隻村民 打這個塔弓 裝甲塔弓 這也是TRIP最愛的一個招式 那這個招式呢 現在已經漸漸被淘汰了 現在大家部分使用的打法 都是三棒棒轉裝甲步兵 是比較常見的一個策略 或是直接二棒棒不升裝甲 也是OK的 那升裝甲的話 缺點是 沒有辦法即時點下自己的經濟科技 而且會不會投資太多的肉 讓你沒有辦法轉出其他的 冰工廠科技 或是一級色之類的 剛這邊如果他投資了經濟科技 現在冰工廠就很難點出來 這裡勢必一定要先撒些農體 才可以把這個冰工廠下下去 點下集色 好這個就是 升裝甲的一個缺點 但優點就是 第一次接觸的這個爆發力 非常強大 可以即時拿掉 一些村民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加上自己的肉馬卡位的話 但缺點就是會蠻傷經濟的 所以這個賽特人 轉這個裝甲工 我覺得還OK 因為本身來說 賽特人版就是步兵文明 他到了帝王時代 裝甲步兵可以繼續延續 接續這個帝王時代的 民兵系的升級 所以這個先投資一下裝甲 到後期也不會太虧了 那以前都會說 這個裝甲棒棒開局快攻 到底哪個文明去打會比較好 那我現在的結論是 如果你不是步兵文明的話 裝甲就不要升 然後就二棒棒燒了 那如果你是步兵文明的話 你可能就可以考慮直接升裝甲 畢竟到後期使用劍兵勇士的機率 也會比較高一點 這樣投資來說 並不會太差 那如果你是像什麼 韓國啊 朝鮮之類的 這個或是 一些步兵比較弱的一些國 或是波斯之類的 去升裝甲步兵 可能就會 稍微爛了一些 所以還是比較建議 有步兵特性的文明 那去升裝甲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看到viper這邊是 直接 只用 三隻肉馬 四隻五隻 唉唷 後面一直不穩 怎麼這麼多肉馬 肉馬出的有點多 出了四隻肉馬 然後加上工兵 路線 那這樣打法 對法蘭克人 是有蠻大的優勢的 因為法蘭克人在封建時代 肉馬就有20%的血量加成 所以是54滴血 跟一般肉馬45滴血 多了9滴 多了9滴 第一位置可以扛對方弱馬 多扛個兩刀 應該是一刀才對 第二刀就會死 應該剩兩刀 我們剩兩刀就好了 那薩萊特人這邊出工兵 來一反擊 那viper暫時是沒有辦法打進去 畢竟人家毛兵 可以反制工兵單位 那這邊都已經為死的情況下 viper可能要往其他地方打 好 可能 稍微打個不強 就升到城堡時代了 好 農田這邊灑得非常多 十九隻 十九片田 好 那薩萊特這邊也是 準備要來升城堡 但viper這邊工兵並沒有斷 這一點人 應該是一個細節轉兵 那待會他可以移升到城堡時代 直接升級完奴兵之後 二級設計點下 馬上轉出大量的騎兵 往前壓制 這個是法蘭克人的封劍接城堡時代 最穩健的一個打法 你擁有工兵的傷害力 而且又擁有騎士的血量優勢的加成 還不用點平子 好 一出來就是120滴血 這個打法是法蘭克人最常用的戰士 如果你喜歡玩法蘭克的玩家 這招一定要記一下 那為什麼法蘭克這樣子玩 是因為法蘭克經濟真是好刀有個炸裂 你看現在viper這邊資源量非常誇張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資源量就知道了 這個經濟來說是 欸 賽爾特人更好一點 人家法蘭克這個優勢 加速加成 不一樣 但如果是法蘭克跟其他文明比的話 賽爾特人這個文明真的是有點規格外 這個法蘭克輸入太快了 那如果一起跟其他文明比的話 就會很明顯看到 法蘭克的經濟非常非常好 這個對久兩邊都是經濟很好的文明 所以這個差異部分 法蘭克可能也沒有那麼明顯 要到了後期可能會更有感 但也不好說 因為賽爾特人這個法蘭克加成 是整場遊戲也一直都有的 所以這種經濟型文明互打 通常會看到更多這個暴兵的場面 好 這邊法蘭克的Viper 弓兵直接升上去二級射 然後弱馬轉出來 那轉出弱馬之後的升級 可能只要去補下自己的騎士喔 甚至不轉騎士 直接補個修道院 開始解聖物喔 也可以考慮喔 那由於對方很建議維持的情況下 開3TC可能會是更好的決定喔 因為維持你要再投資更多的單位去進攻 會讓自己的進攻成本喔 太多了喔 反而讓自己拖到自己的經濟 那Viper這個打法就很好 沒有出騎士 然後直接轉弱馬升級 然後用弓兵呢 去給對手一定的壓制力 那3TC自己開農 然後修道院轉出來去解聖物 這個就是Viper常用的喔 3TC開農 二農二木 補下還有手推車 但他這邊打法喔 改變的是自己喔 是進攻的內防 而不是防守方喔 通常Viper都是防守反擊 那這把他是選擇了主動進攻喔 那當然也是因為他這邊有生石帶的優勢 而且他也沒有維持喔 他這邊是有看到對手有維持的情況喔 所以決定要這樣打 給對方一定的壓力 左邊直接一個多線 攻兵在前線擋 但是可能會來不及喔 這個木牆很危險 好像還來得及 OK補了一個防止 拉了一些毛病來防守 好 攻兵也過去 好 那Viper看到攻兵往左邊走了一透 這邊攻兵就可以再繼續往前殺老 但是這邊能殺老的東西也變不多 好這邊全部補完防止 沒問題 那賽萊特人這邊也是3TC開農 正常路線 那對於這種維持的玩家來說 你就跟他對農就對了 他維持的話經濟來說 會比你差一些喔 你就可以趕快農上去 給對方更大的經濟壓力 那通常我會比較建議喔 3TC不轉圈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轉出自己的要打的兵種 例如反而客人可以打什麼指輔兵啊 或者是遊俠之類的 騎兵單位都比較適合 那對於現在出這種工程器的情況下 暫時要避戰比較好 畢竟現在 Viper這邊的主力是攻兵單位喔 如果攻兵單位死太多的話 可能會直接爆炸 所以Viper這邊的攻兵也不能損失太多 一定要先稍微用這坨攻兵 爭取一點時間 會更好一點 好這邊看到 肉馬過來 第一時間稍微B陣 閃掉了一些傷害 OK 第一時間攻擊的是後方的投石車 但投石車血量有點多 還差個兩刀 炸一發 完蛋 Viper雖然去點掉了後方投石車 但是自己的主力全部爆炸了 OK這邊時間爭取的也差不多了 這邊3TC卡倫已經來到65村了 這邊趕快補下一根城堡 本工程器製造手稍微反制一下 好 那Viper這邊 遇到這個隊型 其實轉騎士是最輕鬆解的 但是要想到現在騎士的數量還沒有成形 繼續打工程器反制也是OK 反正對方只要不拉工程器過來 開A的話 打這個生頭戰術 基本上對法輪克的壓力來說是稍微小一點點的 這邊老頭應該是有看到反應速度非常快 趕快補一根城堡 進入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哇這個要直接走進來嗎 別吧 B陣躲一下就好 對 B陣躲一下 OK 那法輪克這邊點下了二級的步兵鎧 還有點下縱火技術 待會就要來提升一下自己的步兵線了 唉唷 這邊步兵線走的是指輔兵喔 我想說你遇到對方工兵走指輔兵 是不是哪裡怪怪的 原來指輔兵手比較短 打工兵是稍微弱勢的 而且指輔兵本身的工兵鎧甲也不是非常多 也都是零的 所以要抗箭矢來說它是不太愛抗的 用攻擊器稍微反制一下工兵是OK的 這邊3TC開出來之後轉指輔兵 現在也可以考慮要不要再多灑一點農田 或是4TC直接開農 上去也是OK的 但是它現在VIPER不想要給對方有太多的 蜜月池 不想讓對方過得太舒服 所以現在這邊轉出了投石車跟指輔兵 進行鎮壓了 沒有再繼續轉農了 指輔兵差一件毒是非常快的 因為指輔兵它雖然有射程 但是它的屬性是步兵單位的 所以這個護衛技術跟縱火技術 指輔兵都是可以獲得的 所以它拆建築物特別快 而且傷害也是近戰傷害 打這個衝車也是很快的 但是依舊還是逃不了被工兵爆打的一個問題 之前我們的影片有提到 塞爾特人其實很適合在城堡是在打工兵的 因為它的伐木速度非常快速 或許大量木頭讓它快速撒農田 然後去挖金黃 用這個經濟加成的優勢 去轉出大量工兵 對它來說壓力是小一點的 電力射電廠的需求量 這個可以再多按一點也沒關係 可以更快速成型這坨工兵 然後大雪也比較容易點下彈道雪 所以塞爾特人這邊補下奴兵的一個轉變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開局方式 這根堡應該是解...應該是該不了了 因為它主要是出指輔兵的狀況 已經要在一定的量才可以累積反擊回去了 那現在這個情況有點尷尬 投石車還有奴炮才能解 解掉這一坨弩兵 那現在這個指輔兵只能在家裡發呆而已 好 果然取消掉了 看到塞爾特人這邊經濟非常好 已經點到了帝王時代了 那Viper這邊投資了太多的步兵科技了 縱火護衛 二級的步兵鎧甲還有二級射 還有鍛造技術 投資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現在三時代稍微落後了一些了 黃金有點爆炸了 雖然支輔兵這個單位有黃金的需求量並不是非常多 應該說 所有的步兵單位有需求量反而就不是那麼多了 那奇兵就會稍微貴了一點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Viper會怎麼繼續打 好 待會有帝王時代優勢的塞爾特人 上帝王時代有兩個選擇打法 一個是直接爆出大量的松爛武士 配上級兵喔 去做一個反制遊俠 還有這個 指輔兵的一個打法 再來就是出大量工程器喔 開始往前壓 然後用這個 工程器 奴帕王頭車 然後老頭後面著想 然後配槍兵的一個策略 但這個策略我是相當不建議的 因為人家法蘭克是有火炮的 火炮通常可以利用自己的射程優勢 進行工程器的反制 所以法蘭克人 這邊是可以封鎖第二條的策略的 好 那塞爾特人果然是轉出了松爛武士打法 那松爛武士這個單位喔 天生傷害非常高 有11共的傷害 而且移動速度特別快喔 基本上 如果你是玩塞爾特人的話 需要騎士的情況 你就會直接 直接產出松爛武士喔 取代騎士喔 就OK了 當然你覺得你的黃金夠多 想要轉遊俠出來 跟對方打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啊 畢竟錢多好辦事 轉遊俠去反制一些特殊兵種 是OK的 但我還是比較喜歡松爛武士喔 這個單位 畢竟沒有三級馬凱跟品種的遊俠 實在是 太難受了 好 拖子車過來打個一發 稍微走位一下 這火兵繼續輸出 點掉 好 後方松爛武士開始爆了出來 麥克爾這邊第五世代快要升級好 但是他是打一個3TC開弄 但川民術稍微已經被拉開了喔 後面這一些奴炮也是解掉這坨工兵的騷擾 好這邊工兵再過來 看一下 要爆打一波嗎 直武兵傷害不錯 但法蘭克爾遇到賽爾特人 瘋狂打松爛武士的情況 也可以直接轉出遊俠 當然MAP爾這邊看起來是瞄轉兵了喔 直接 帝王世代點下來三級的步兵鎧甲 就尋頭11直接開拆 這個組合讓賽爾特人會有點難受 因為只單靠松爛武士去反擊的話 數量要非常多 那他現在只有兩棟城堡 又量產松爛武士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可能還是要轉一些奴炮或是投石側 先稍微防守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好這邊松爛武士過來 結果直接被Viper給包了起來 這怎麼包的 我們回去看一下 哇靠松爛武士過來 然後走過來撞到牆壁 往後再蓋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然後再要奴炮串燒 哇 這就是Viper 他的手術依舊寶刀未老 這就是我心目中的永遠的No.1 手術Ganagui 雖然Hera最近也在學會了Viper這一招 那私心阿 這個是私心的部分 我還是喜歡Viper 好那目前看到松爛武士在點金瑞了 金瑞升上去三級步兵鎧甲也點了 待會金瑞上去之後攻擊力會再上升 是加3 加3傷害嗎 14攻是不是 哇幹真是14攻 好強 哇加3點傷害阿 對松爛武士的這個傷害喔 金瑞記得一定要點 點完金瑞之後血量還會有所提升喔 提升到15滴 到85滴血喔非常多 那支撫兵這邊也在升金瑞阿 哇這兩邊都是打一個步兵大戰 最近步兵大戰的影片有點多阿 感覺現在步兵流派喔 比以前在有軟甲技術之前喔 多了更多喔 這個出場的機會了 但是現在打的寶兵喔 是跟軟甲沒有太大關係的 還有支撫兵 但可以明顯感覺到 這個CD果再也不是騎兵跟工兵的天下了 步兵有自己的一片天了 OK這邊支撫兵稍微防守一下 金瑞被殺的村民 OK支撫兵過來 但是沒有三級攻打的有點癢 哎呀尷尬支撫兵的問題就是攻速慢 而且基本傷害也不高 8攻而已還不是10攻阿 稍微可惜了一點 但攻速慢還是他主要的問題啦 我想 這邊支撫兵有點 扛不太住 但是外圍的支撫兵 已經拆除了非常多的建築物了 塞特人這邊轉出了中頭的升級 但是家裡的城堡快要被拆光 自己的鬆蘭武士 大會可能就難量產出來囉 你的鬆蘭武士不能量產喔 對於經濟來說 對於他的進攻來說會有大的問題 只剩下兩棟 然後這一棟城堡能夠守向viper 大會可能要拿一些臭民去修 但是石頭也不太夠 雖然我是在家亂串 viper的臭民宿佈滿110村了 剩下105村 好 支撫兵亂丟 想要去解 但解掉兩台巨頭 第三台來不及解掉 但解掉兩台壓力也小了很多 所以這邊應該是能守得住 支撫兵這邊反擊回去 雖然自己的血流成河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但是塞特人這邊已經打到農田裡啦 這邊撞到農田有點傷囉 後面要趕快撒出更多田出來 中頭升級好 終於可以反支回去 支撫兵的部分 那viper這邊依舊沒有想要轉遊俠的部分 還是支撫兵一直爽 這就是我說的viper 總是會打出一些特殊打法 但他也不是開稿 可是那種穩進型的特殊單位一直爆 打一些真的蠻奇妙的一些軍事打法 好 來這邊找一下 哇 逃死車打直撫兵還是 特別舒服啦 要不要轉火槍了viper 這麼多 重量武士轉過火槍 也是挺ok的吧 對不對 火槍射程遠 而且打步兵增傷也不錯 指撫兵打步兵就是有點 缺少了威懾力 哇 結果自己的中頭全部被丟光 但是後方又有四台中頭過來了 反而這邊要稍微小心一點 好 塞特倫把這片田給空了下來 好 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開始要轉火炮了吧 對火炮沒錯 好 開始按火炮 看到中頭就是要轉火炮啊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哎呀 又吃了一發大的 哎呀 剩一隻了 別再秀了viper 這個就送掉了吧 ok 支撫兵還是壓制了過去 燒爛武士現在還在慢慢爆 但這邊的防守目標是下方這三巨頭 好 這邊村民在移民當中被抓包 後方的火炮 開始反擊巨頭 哇 這邊巨頭還有張子兵 開得好快 哇 又再解掉一台 算下移動 一台巨頭 哇 又被解掉了 太扯了 太扯了 好 但是viper的火炮也死得差不多 但是至少解掉了四巨頭 八百黃金 就這樣獲得了 非常舒服 好viper這時候 就算意識到沒有點下磚瓦技術 難怪城堡 這麼軟 好 那賽特人點下了銀罐 堡壘 堡壘點下之後呢 也可以讓自己的鬆爛武士 在城堡附近時可以自動回血 這個能力我真的覺得是有點激熱 因為 你的步兵一直在家裡補血 就意味著沒有辦法出去騷擾或是進攻或是防守 所以 這個堡壘到底好不好用 我覺得主要是增加劍塔跟城堡的射速 是更有感的 威脅真的是 真的是附贈的 並不是主流使用他的效果的 去升級他的原因 好 那反而會到這邊轉出火炮 開拆下方城堡 直撫兵 開始擋不太住松蘭武士囉 好 這裡有一坨松蘭武士再次衝進去 VIP抽民出只殺93村 129村對上93村 村民差距非常巨大 果然機動性單位還是比較優秀一點 直撫兵走得慢 攻速也慢 雖然他有射程上的優勢 但是遇到投石車基本上就不太能打 反正現在出了火炮之後 只要VIP這邊控兵控得好 第一時間反制投石車回去 直撫兵還是有一席之地 好 那VIP這邊不能再給對方更多時間喔 那趕快控制對方的黃金跟後方的重要經濟農田區域 哇 村民還剩90隻左右 好 上方這根城堡應該是扛不住 VIP這邊城堡有點過度貪心喔 那還好VIP的城堡造價 因為實在很便宜喔 所以不用太擔心 黑鹽25% 好 整個人保掉了喔 對薩萊特人很傷喔 後面就直接長驅直路了 大片農田喔 薩萊特人這邊要及時回救 好 投石車過來 但是火炮會有給他機會 投石的機會嗎 再一發 拿下 差一點 哇 噴出來了 裡面的村民 好 直接打收藍武士 後方火炮 要預判一下投石車嗎 投石車也在往前喔 沒有預判成功 MIP這邊失誤 沒有打到 直接拉直撫兵上前 反擊 點掉了一台中頭 好 第二台中頭再打個一炮 完美收下 但自己的火炮也是被收藍武士跟村民爆追一波 這波 甩直撫兵 甩得非常漂亮阿 好 但是這個火炮還是被解掉了 這個村民最後立了大功 但是薩萊特人這邊損失了 大概二十幾吋以上有了 好 這是換MIP多線操作 出了非常多直撫兵阿 哇靠 這邊直接打出了GG 193隻直撫兵 一隻遊俠也不出 這是...什麼概念 打薩萊特人這麼不需要遊俠的嗎 雖然以實戰上來說 確實出遊俠很容易被 薩萊特人的槍兵給壓制喔 最近人家槍兵走得非常快 但走直撫兵的路線也是相當罕見喔 這個就是MIP很厲害的地方 可以打出一些特別特別非常特別的打法 這個就是我說的MIP的獨特性 他也不是開稿 他也是正常的開農 然後打上去 然後打一些特殊的打法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喔 經濟的部分是由賽特人 靠北 這可是經濟量體太扯了 哇 食物贏了大概六千喔 那木頭的話則是贏了一千 哇 天色的木頭經濟加成真的很猛 派速... 髮了一堆木頭轉出食物來 然後經濟差距率來到了快要七千支援 當然MIP卻拿下了比賽 那很大一部分喔 是因為MIP這邊村民死了太多的關係喔 所以經濟到後期喔 看起來是非常落後的 那這也是因為賽爾特這邊 多線騷擾打得好的關係喔 好 那生物的部分呢 是拿到了四生物 兩千四百三十億的黃金喔 四生物的經濟加成還是不錯 那KD方面兩邊是差不多喔 畢竟步兵打步兵五五開也是挺正常的 那後期這一波拉扯喔 我覺得是相當關鍵喔 雖然剛剛第一波火炮有點拉扯 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但是後方的火炮操控 還有加上直武兵的分隊開打 確實也把最後的三台中頭給解掉 那解掉之後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